第六賽季 例行賽第四週賽事 我是今天的主播 慧 我是賽品Top 今天一樣是為大家帶來五場比賽 分別是Mumica 越南城華Mumica對上GoGoJoy 然後瑞士對上Mumica 再來是Mexe對上Puzzle 再來是NICE對上Mexe 第五場是GoGoJoy對上NICE 所以今天會有兩場的蟲打蟲 兩場神打神 跟一場神打神 那從對抗 可以啊 這遊戲就這樣了 那個人類我們先不要看 玩不下去了 其實這一次的例行賽是有人類參加 可是 最後沒有出現 沒有出現 可惜 我跟你講 我昨天打天梯 打人類打到差點想要把遊戲閃掉 人類怎麼打 為什麼會讓你想要把遊戲閃掉 我快受不了了 都在家裡睡覺 都在家裡睡覺 應該這樣講 他不管打機梯或生化都在家裡睡覺 一直睡 可以啊 就坦克多一點 然後架得猥瑣一點 然後不出門 然後建築學 星星要塞蓋著對不對 是不是最不會打這種 我超級不會打這種的 這種的 這種的 簡單來說是要 你不能去衝他啦 你一定就只能 你就只能 打後級要強大的耐性 對對對 你要一直往後 你要自己也存一堆錢 然後一直往後打燈 應該這樣講 我們現在蟲足必須要一顆 等對面自己來衝你的心 你都不要去 完全都不要去主動衝別人 除非前期你有 除非是打那種中期節奏 應該這樣講 如果今天對面想鬼 你都不要去主動衝別人 你就慢慢打 但如果今天對面跟你打交換的 你可以去衝他 我遇到了很貴了 很貴啦 就遇到超貴啦 應該是不會啦 今天應該 對今天應該看起來還好 我跟你講 我昨天一路掉到剩4800 你知道 差不多啦 我這邊直接 直接心態炸裂 一路往下掉掉到剩4800 大概接近300分吧 昨天 大概接近300分吧 還受不了了 糞game 那現在比賽已經打到第四周了 目前 我看一下戰機 其實上面沒有寫 戰機啊 看一下 我看那個 TinLuke的網絡上面 他沒有一個投機 平常之前都有一個 積分表 他這一次我上來看 他沒有看到積分表 所以他乍看之下 NICE好像也不是第一耶 因為他NICE在之前輸給了Puzzle 2比1 然後又輸給了Mumica 2比0 對不對 然後前面贏了一場Market 所以NICE可能不是他分數第一名 看一下 感覺有點小複雜 不是很好看的 對 看起來前幾名差不多 因為 因為目前我這樣 少了一下前三周的比賽 好像沒有人是全身 應該看起來應該是富人 有有有我看到了 那個男人 R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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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拿起來都贏了 對 哎呦 可以可以可以 不是啊 Rex應該目前排名是蠻前面的 看起來好像還是 應該還是蠻互咬的吧 應該很接近啦 所以應該還沒打完 還沒打完其實都看不太出來 真的可能要看一下統計 好那第一張圖來到是布萊克文 例如右下角紅色紅色的蟲熊 是來自越南的Mumica 好像是 這張地圖的 左下角 聽說是有個什麼bug 然後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有點忘記了 No need 什麼bug啊 你說會卡幼蟲還是什麼 我確定欸 要問問看 不是很確定 我確定欸 不是很確定 第五組叫藍色藍色的 充血友是來自香港的 GoGoJoy 雖然說他是香港人 但好像來台灣不少次 他是在台灣有什麼執念 有沒有想幫他 太難忘了 不好說啊 不好說 怎樣不好說 台灣有什麼東西 讓他不好說的嗎 不好 真的不好說啊 我怎麼覺得 他不好說是在香港啊 沒有沒有沒有 那是比較後來的事情 後來 一開始不是這樣 一開始不是這樣 真的不好說啊 那你說不好說 那個不好說 我 我不好說嗎 呃 你 我想一下 這個問題有點困難 你知道嗎 但真的不好說 應該都不好說 應該都不好說 應該是大家都不好說 那我試一下好好說 我們試一下好好說 好的 三方都是 等等這個 那個 雖然衝王那邊是狗斯開 狗斯開 對 然後 狗狗也是裸霜 狗狗的內戰是他 比較強的對抗 沒有沒有他會說因為 因為 他會說是因為 人類跟神族太強了 所以 內戰看起來他才會比較強 因為蟲族就只打得贏蟲族啊 那你自己覺得他的蟲族打起來是 打什麼最強 你說他的 你說打哪一個 種族最強嗎 我覺得他內戰最強吧 我想一下 其實我覺得都蠻強的 但 是分時間性的 就是打 反正就是 對 他不管是打哪一個 你說 就是都不管打哪一組 都是前面都很強 但越打到後面 越後面他的智商 就會越來越低 就是打每一組都通用了 所以他打每一組都 都是前中期強 但是每 超過了15分鐘 還是10分鐘 15分鐘 少了15分鐘 每增加1分鐘 勝率就下降很多這樣子 沒錯下降5% 啊這個 他這個 只要轉到後期的單位 只要開始有飛盲 這種東西出現的時候 他就開始熱熱舞當了 飛盲不太會用 用的不熟 魔法單位他控的其實都 沒有到很好 還好 但這個就是 你知道嗎 這才是一般 一般人可以去學的打法 畢竟人家也是打到 六千針 對啊 這個魔法單位 根本不是給人控的 沒事不要亂控 那種東西啊 哎呦 先把前中期練好 那這個呢 那越南重王這個選手 他練到現在 比賽越打越好 你對他有什麼強寶 他的打三組的對抗 前中期 他那個 越南重王基本上 大家沒事不要亂學 真的學不來 他的那個理解 跟人家就是不一樣 他腦袋裡面裝的東西 跟人家不一樣 你要 你要能理解他的理解 才有辦法學他的東西 但我是覺得 偏難 你會想模仿 但你模仿出來 通常都 通常都似不像 而且這 他這把是怎樣 他怎麼有狗樹提好啦 他是直接跳飛躺喔 他這個太霞巴了吧 還是要 還是要蟲洞 怎麼會這麼霞巴啊 他這個農民樹 我快受不了了 後面兩個差不多啊 但他這個惡礦的農民明顯 他這個瓦斯明顯開得很早 然後 惡礦的農民其實算很少 他直接跳飛躺了 可以可以可以 兩個弄跳飛躺喔 不過現在其實瓦斯的量 看起來 真的是越南重王最多一點啦 因為他剛剛真的是很早就開始 直接採那個 惡礦的瓦斯很早就全開了 然後他的瓦斯很明顯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多 多對方150 多250瓦啦 欸嘿嘿 我看一下這有沒有看到 欸要不要卡一下 怎麼感覺進得來 唉唷唉唷 哇 這個Joey剛剛是沒有 是沒有看到那個 螺旋塔的 但 他應該是有感覺喔 他這個螺旋塔 等一下等一下 他這個螺旋塔 後面他還接了個蟲洞 那他這個螺旋塔要炸嗎 那這個螺旋塔要炸嗎 他這個螺旋塔要不要炸啊 螺旋塔沒有被人家 他炸掉了 他炸了他炸了 喔 那他要直接洞過去囉 哇 可是越南重王現在已經 家裡的視野 看一下 他現在已經開始在 把家裡的視野全部打開了 這一波 要很緊急 要很即時 直接開起來 要找一個很好的地方開啊 開哪開哪開哪 喔 他直接開 還頂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是沒有被看到的 應該是沒有被看到 看一下看一下 喔這邊狗怪 已經看到山共沒東西了 現在就兩個可能啊 但 我猜 越南重王會會太飛躺 因為 他這個時間太晚了 喔 但這邊應該聽到 聽到 他這邊應該聽到蟲洞的聲音 聽到蟲洞的聲音 聽到蟲洞的聲音 那不差地勢欸 沒差嗎 其實應該這裡 理論上應該是要差 可是這個 這個蟲蟲的數量 這個蟲蟲的數量 這個蟲蟲的數量不太對 這個蟲蟲的數量不太對 我怎麼覺得這個來送的啊 好像被打傷欸 先看 先看有沒有 看能夠換多少弓兵 因為這個蟲蟲應該是 打不贏 打不贏那個 這個蟲蟲是 打不贏飛躺的 這量太少了 然後看這兩根包子塔 有沒有辦法拔上去 這兩根包子塔 我也是太多了吧 喔 他想用那邊那個 當個字典 大蟲蟲還在殺 有沒有機會打死啊 你覺得 這個包子塔如果被拔到上面 他現在回救 包子塔其實就可以往上走了 哇 結果他包子塔沒有往上插 因為他剛剛只要包子塔 一往 一走到這個斜坡上 遊戲就結束了 他是怕那個包子塔走在路上 都被飛躺打 但 但因為他剛剛其實有看到 飛躺回去救 回去救他的阻礦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他可以 他是 他是可以往上 往上拔的 唉唷 哇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現在 打不上去 現在可能 舊儀這邊 必須要 他可能要轉 後面可能要轉兵了 這個硬打我覺得有點難 而且現在有一個很臭兵的方式是 大概 這些第四起來 這飛躺 飛躺是可以直接去換家的 他必須要有一個東西去斷那個 越南同志兵必須要有一個東西去斷 舊儀家的經濟 只要這個第四好 其實他是可以嘗試的去換家的 好 拿上 舊儀家是經濟有蠻大的領先 但是 對方有飛躺 因為現在有一個 對方 如果越南同志兵都沒有去換家的話 那 這邊的話會是那個 舊儀這邊比較有 因為 他只要繼續在下面一直插一直插 這飛躺是不可能飛出去的 他一定要 他現在在上面插了一堆第一次 他一定要想辦法 就是第一次你去頂地面的壓力 然後 想辦法把飛躺往對面家裡送 你覺得為什麼勾就突然轉這個打吧 他剛剛飛躺有被看到嗎 他剛剛應該是沒看到 但我覺得他應該是有感覺 這個越南同志兵看起來像是 直接在很偷的直接在跳飛躺 我看一下那個越南同志兵的視野 他是沒有看到那個飛躺 他應該是沒看到螺旋塔的 但他的狗剛剛在咬那個後蟲 所以應該有看到二本 在二本 嗯 我覺得有一個可能 有一個可能性是 等一下 這個 舊儀剛剛他的 不對 他的門口的張鈔槽跟一弓應該都有在動 這個地方有點尷尬 因為其實這個 其實這個蟑螂是上不來的 他這個地次其實有點強悍 所以我覺得這邊真的 看越南同志兵有沒有想要 稍微換一下 因為他這個門口是一定不可能出去 他如果持續在這裡是一定不可能出去 你一定要去斷 你一定要嘗試著去斷Joy的經濟 他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繼續往後打 要 今天基本上這個局面 你要逼Joy 讓他主動 主動上這個 主動上這個斜坡口 然後跟你打 不然其實有點難受 完蛋了 越南同志兵沒有領悟這個訣竅 看起來是要沒了 涼涼的 有點被插太久了 他都已經插成這樣了 他真的不考慮換家嗎 因為他其實插成這樣子 已經 家裡這個地面的地勢可以拖很多時間 家裡很安全 家裡很安全 對啊 他其實這個飛躂很多 他如果直接過去 直接過去 比如說把蟲洞點掉啊 或者是 或者是那個 就是包子他點掉 想要他先斷 至少你要先斷一個 一個礦格經濟 你才有辦法往後打 哇 他弓兵都拉走了 我的天 想一下想一下 因為這樣打越來的蟲王 只會越來越窮 他真的 他一定必須要 必須要去換家 你看他都已經 都已經說到最上面去了 他都說到這個地方 他沒道理不出門啊 他一定要出門了 他終於想通了 終於想通了 終於想通了 但是這個已經 這個有點晚了 因為救於家裡 刺激在住 然後 包子塔應該 一個人 那還有一點機會 這波 這波趕快 趕快把這個 後蟲要回救 對對對 後蟲要回救 可是這件後蟲打得贏 這件配塔嗎 打得贏 這後蟲太多了 這個不能硬打 不能硬打 然後家裡被蟑螂摧毀了 然後家裡被蟑螂摧毀了 我這邊勾就有一個 漂亮的轉蟲洞啊 到底是什麼想法 讓他這樣突然轉蟲洞呢 我在想 他是不是因為 是不是因為有 有感覺到 這越南蟲王應該是在跳飛躺 然後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 家裡就 他覺得這時間點的蟲洞 應該還來得及 因為理論上 就以他剛剛那個時間點 應該這樣講 就以剛剛的時間點 他應該會判斷 對面的飛躺 再怎麼樣 再怎麼快 應該都跟他差不多快 應該不可能快到哪裡去 所以 他用他自己的龍塔去 他用他自己的龍塔去 判斷對面的龍塔時間點 然後 直接決定 我覺得這時間點我如果放蟲洞 應該還來得及 就直接放下去 自己在天梯練習的時候 應該有用那個飛躺 然後被這蟲洞打死 他就 有經驗說這樣子用蟲洞打死 飛躺 但我真的覺得這把蟲洞蟲不是沒機會 因為他真的是 他必須要 他剛剛有點讓 Joy在下面插太久了 這東西其實很講求你 前面你一定要 你要先把壓力放回去給 放回去給那個 開蟲洞的那一邊 不然其實 不然其實你 這樣子持續一直換下來 你是 逃不到任何優勢的 所以你賺好的時間點應該是第一次 那個第一次在惡康那邊蓋好之後 飛躺就應該去換家了 對啊他其實就應該要直接往外面飛出去 你看後面 對面後蟲蓄起來了 然後包子塔也全部都插起來 你根本沒有一個地方是打得贏的 好第二張地尾來到的是2000大西亞利 地尾右上角紅色 紅色的蟲洞蟲是來自香港的GoGoJoy 那地尾左下角藍色 藍色的蟲洞蟲是來自越南的迷姆麥卡 哇 剛剛這Joy GoJoy 那個塔真的是不錯耶 這一個轉招 非常的漂亮 那這啥 這邊 這邊 他早一點點 但這個其實影響沒有 影響沒有到很大 沒什麼差 只是狗快一點到而已 狗快一點到我覺得這個 沒有快多少 因為正常的話你是16放 正常你16放 他快一隻其實沒有快多少 只是會讓你覺得好 只是會讓你覺得狗好像早了一點 好像有比平常早了一點過來 但如果 基本上你跟越南沖打久了 就是這個太平點都還蠻習慣的 想說他這個比人家早一點不知道什麼意義 這邊是有存亂喔 出了四條狗 六條 我覺得這樣 打越南沖皇你19之後 那個就先不要按 就先不要按東西了 十六之後就是按一顆王蟲 然後哇 這GoJoy也是 也是很趕耶 打這越南沖皇 基本上 基本上你先確認對方 有沒有東西跑出來之後 你再 再決定 再決定你的軟 要不要直接按 只有15滴的奧義嗎 我覺得這是 可是 另外一個王蟲很神啦 還是看到了 所以最重要的還是 就如這個剛剛如果第一時間是有 瀏覽他其實一開始出來的 就會直接是六條狗 那這六條狗就完全做不到那個事情 他這邊 要稍微往上面說一下 攻兵攻兵攻兵 可以拖一下拖一下 拖一下 後蟲要出來了 這個狗 這個 後面 等一下 Joy這邊是有監毒暴蟲 這越南沖皇怎麼看起來 他又要跳飛躺啦 他又要直接 他又要直接跳飛躺耶 會不會太過分 Joy這邊是 先 先毒暴蟲巢在那個 是因為對方15滴的關係 對啊 因為對方狗死開 所以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對面會不會等一下 狗突然衝起來 一大波爆出來 所以 所以原則上他都會 都會先放毒暴蟲巢的到底 過來看到 我 看到這個 但是好像有點不一樣 因為 越南沖皇這把瓦斯 其實沒開那麼多 所以 我在想他這個 是不是極限的蟲洞啊 可是 他這邊又有狗樹 但是狗樹會退掉嗎 他沒退 狗樹沒退 嗯? 這個看起來很像 很像是要蟲洞捏 他這個看起來很像是要一個很 很極限的蟲洞 但是 看到剛剛 這張床了 都看到了 都看到了 這個應該有一點感覺 因為這個超級奇怪 現在長這個樣子超級奇怪 應該有一點感覺喔 可是他剛剛 沒有看到那個氣 沒有他 二礦應該有 二礦應該有看到 他應該有看到二礦有那個氣 他應該有看到二礦有那個氣 對啊 就是你看到兩個 直接 直接轉一個 這個 是原來的床 這是打一些 讓人 讓人看不是很 看不是很懂的東西啊 這兩顆毒爆要出來了 毒爆出來了 這兩顆毒爆 白給 白給毒爆 阿死農死農 這場不太妙欸 喔可以喔 這個後蟲卡到了 值得六農 但是對方的 有很多的錢 因為等下一定 爆這攻防狗 家裡應該會爆錢 接下來就是瘋狂的按後蟲 嘿嘿嘿嘿 接下來瘋狂按 你說他會是對方這樣打 還是 你跟這個Joy這樣打 沒有沒有沒有 是我跟對方這樣打 我跟你講這個很熟悉啊 等一下一定會 一定會變這樣 因為等一下看到非常沒辦法 Joy只能 Joy只能被迫按更多的後蟲 因為他根本沒二分 然後他就 然後要一直爆這個攻防狗 一直去拖時間 而且這攻防狗很強啊 這攻防狗等一下是超強的 唉唷 唉唷 唉唷這一發 這一發大的可以 唉唷這邊 Joy必須要一直用這個狗 出去外面 給拖時間 可以再爆一波 唉唷這邊的話 他用來從飛躺 就不太可能 他就不太能出門了 他這個飛躺 可能要一直 要一直把他放在家裡喔 喔他這樣躲 這個洞 讓那個面積再小一點 唉唷這個狗 先退吧 先退吧 狗先退吧 哇他直接硬衝欸 很咬很咬 一攻的 一攻的就是牛逼 對不對 分兵分兵 分上去分上去 然後這邊 二礦人再往裡面頂 有主礦再殺了 主礦再殺了 主礦再殺了 這個後蟲把他撞掉吧 喔喔喔喔喔喔 他直接進來 直接進來 哇還是大的 歐買尬 歐買尬 現在就是 就以這邊 對 就以現在這邊 必須要一直這樣換 他就要直接這樣子 直接這樣子 一直按 一直按狗 一直按狗 然後一直往外繞 然後家裡全部有多的錢 就按後蟲 因為這個 現在這樣子的經濟情況下 那個 越南蟲王家裡的 應該說他的飛躺不會太多 他飛躺會有點難蓄起來 又來了又來了又來了 一波大的 你這一波先退吧 對 先退一下退一下 有把它非常牽回來 然後家裡 防禦建築都放好 而且 你這個蟲牌趕快連起來喔 不然等一下這個後蟲 爬到天荒地牢都爬不到 過去 對爬不到 很快你這個蟲胎接起來 兄弟 兄弟你的蟲胎 這個越南蟲王也開不了三空 他這個完全開不了 而且重點是越南蟲王其實也很窮 他現在不太敢 他現在不太敢 不太敢 暗中鳴 因為他這個其實家裡蠻弱的 非常夜蟲王吧 阿嗚 這舊家裡的防空其實也蠻弱的 其實可以啦 他舊家裡的防空其實也蠻弱的 舊家裡的後蟲其實應該是量量目前是夠的 可是飛躺一定很多 沒有沒有沒有這個後蟲現在還是很硬霸 這個還不到可以秒 還不到可以直接秒後蟲的量 把他有稍微連起來一點 還沒死啊 一隻後蟲 哇他後蟲要爬過去啊 這個應該沒有 嘿嘿嘿看到 看到這裡 看到越南蟲王家裡後面轉這個 趕快趕快 家裡狗一直按 狗一直按就好了 因為他這次攻防狗很強 他只要一直按狗就好了 一直按狗 對面的那個地面是打不贏的 這越南蟲王 可以可以可以 這越南蟲王走一個混搭流欸 他家裡什麼都在按 等狗出來等狗出來 後蟲往後拉等狗出來 他又要退回去 他又要退回去了 這個打不下來 打不下來 好拉鋸喔 狗狗都很強 欸這個狗 這個狗別送啊 這個狗 Jerry的狗不能送喔 因為現在地面 現在越南蟲王是在轉 他是轉大量的地面喔 所以他這個地面其實有一點 還是有一點壓力在的 他這個狗必須續一大坨 等對面直接這樣A過來 他走這些後蟲打了這張狼嗎 打不贏啊 所以他現在必須要有 必須要有很多的狗 他必須要有很多很多的狗 很多很多的狗 欸他剛剛是不是Jerry是把自己的什麼東西咬掉了 他把自己的包子台咬掉了 OMG 他把自己的包子塔 欸我怎麼覺得很危險啊 打不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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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要被打死啊 哇 不是了 完全不行 三框也爆炸 這邊也打不贏 呃真的要被打死了 我是覺得Jerry這個後面轉這個 這個轉這個刺蛇 轉的timing點沒有很好 風防狗加後蟲就夠了 欸應該說他如果 他其實轉蟑螂比較強 因為其實Jerry的經濟沒有很好 所以他出刺蛇他只能一隻一隻的按 所以正常來講這種時候其實 這種時候其實轉那個 轉蟑螂是最強的 因為第一個是這個局面 這個局面啊 這個局面啊 只要Jerry的後蟑螂在家裡 越南蟑螂的飛躺就不可能打進來 然後他只要把 再把他的地面 地面蟑螂是 應該說你只要先放蟑螂槽啦 對面真的要A你再按蟑螂就好了 那他家裡 家裡有錢了嗎 對 然後你這個多的錢啊 你反而應該拿去做感染蟲 多的氣啦 你如果有多的氣 你做感染蟲 比做這個刺蛇的效益好太多了 噢 所以剛剛的情況應該是感染蟲 噢 是那個後蟲 狗 那對方如果出蟑螂要來的話 他就出蟑螂來守 就出蟑螂守就好了 因為剛剛那個局面啊 剛剛那個局面很明顯就是 你只要有地面有蟑螂 然後加這些後蟑 就算你今天站著AA都不會輸 對 那不然前面那個地方你覺得是誰優勢啊 就攻防狗咬進去那個 那個越南城階剩下二四農那邊 那邊絕對 那邊絕對是就有優勢啊 那邊絕對是就有優勢 那後面沒打好 他後面好像送滿多狗 對啊 第一個是送了很多狗 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他轉刺蛇這個轉型沒有很好 因為他的經濟真的不夠 沒有好到他可以這樣子按刺蛇 他這個經濟最多就給他按蟑螂 按蟑螂加後蟑就差不多了 好第三條地圖來到的是光影雲 地圖右下角紅色紅色的蟑螂 是來自香港的GoGoJoy 地圖左上藍色 藍色蟑螂是來自越南的 紐麥卡 雙方的第三戰 地圖來自光影雲 剛剛這把Joy這邊真的可惜 他這個應該真的要贏 不過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很典型的 我覺得這就是很典型的你在守飛塘的 守飛塘的死法 因為就是 很多人守飛塘啊 其實他都會太急著想要去跳刺蛇 但其實這件事情是 其實這件事情是錯的 你其實根本不用急著去跳刺蛇 因為你如果今天有飛塘的情況下 你也不太可能出門吧 那其實你 應該這樣講 你在經濟不夠好的情況下 你轉這個刺蛇 第一個是 你的人口會起來的很慢 而且你在被飛塘封鎖偵查的情況下 你很難得知 對方後面到底今天是全力在按蟑螂還是 全部還在按飛塘 這兩個差很多 因為今天如果一旦 對面是 後面全力按 按的是蟑螂 你一轉刺蛇 你基本上 對面一破蟑螂過來 你基本上必死無疑啊 然後 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你其實在家裡的情況下 你有包子茶你有後蟑螂 這非常其實做不到 做不到太多的事情 就沒有必要出刺蛇 對阿 我是覺得刺蛇是真的要打 再往後打你才有 你才有需要出的啦 所以你覺得看到像剛那種情況最好的應對就是下個按蟑螂 然後按後蟑螂 按後蟑螂 然後出蟑螂 然後家裡 包子茶插一插 所以完全是不需要刺蛇的嗎 還是 穩定下來然後再轉 穩定下來 就是把經濟啊 然後什麼全部都穩定下來的時候 然後你可能跳個三本 然後 然後 出個 你要開始轉盾力獸 然後出飛盲的時候 你才會 才會轉那個刺蛇 所以是完全不需要怕說 會被非常打死 我覺得 我覺得是 不用怕這件事情啦 因為 你出刺蛇你其實是有一種 其實你是想要 出門去壓 去打對面你才會想出刺蛇 但是 問題是今天你出刺蛇去打對面 尤其是這種 打飛躺的阿 其實你很容易 送一波回去 因為 你那個刺蛇遇到 有滾速的毒爆真的是太難刪了 所以正常來說啦 大家都會 如果是遇到非常 最穩定最穩定的打法 就是跳三本 然後家裡出飛盲 乾燃蟲 然後 就是那個比較猥瑣的那個打法 那個打法是打 打飛躺比較 比較容易贏的 我自己遇到 也是太急 我會想說 喔 我剛才突然刺蛇 刺蛇掉後蟲來守 然後就出不了 這個情況下 因為很多人 因為 一開始有點像剛剛那種 兩礦打三礦那種局面阿 你會覺得幹對面 一開始你一定沒辦法很清楚的判斷到 對面到底是 飛躺還是蟑螂 所以其實你一開始的農民 你是不太敢按得很滿的 那在這個情況下 你不敢按太滿的情況下 其實你後續 大概就 最多就五十農吧 五十五十二 你這個農民量 按刺蛇其實 是按不多的 而且人口會起來 人口會起來的超級慢 唉唷 越南蟲王一波來了 那這一波 好像蠻多狗的 這可能後面要 就後面 要再賭建築物了 後面賭建築物吧 對對對 再賭這個賭 然後那個有沒有蟲胎 對不對 擠一個蟲胎 把後蟲擠進來 擠一個蟲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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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擠一個蟲胎 完蛋了 完蛋了 他是不是 剛剛看起來能量是夠 剛剛沒想到啊 當下 我跟你講這就是什麼 Rex的直播看的不夠多 他很常這樣搞對不對 他很常這樣搞啊 Rex這個佼佼者 你知道嗎 不開玩笑啊 他那個蟲胎擠得 擠得 那個 爐火純青你知道嗎 這一波我覺得Joy還是有壓力喔 因為他其實這邊出完 他出完這五隻蟑螂之後就沒有在做 而且他是不知道 他沒有看到 他好像是沒有看到 有冰在走出來喔 所以這邊很危險喔 他家裡是全力在暗農民的 我覺得要 我覺得要去了 我覺得要去了 他真的沒看到 他現在看到一波狗又出來 但他不知道 不知道的是有蟑螂啊 所以這個雞尾獸直接在臉上的時候 就很尷尬啊 這個洞是堵不起來的啊 哇 你一讓開就衝進去囉 你一讓開就進來了 再見了 GG 好 恭喜這個 越南蟲王最後是2比1戰勝的攻擊Joy 哇 這場 剛剛Joy是完全沒有 預料到對方要來打這一波啊 他最主要是 他最主要是這個 王蟲 我覺得王蟲沒有擺好 但我不確定剛剛 越南蟲王的前面 清王蟲這件事情做得怎麼樣 還有可能是被清掉 然後他在下面的時候變劍王蟲 但是上面那一顆也沒有擺 因為他其實是繞上面 繞上面繞走的 對 所以就是 不是很確定 剛剛到底是第一時間沒擺好還是怎樣 上面應該還要有王蟲 然後上面沒有擺王蟲 他應該是有擺啦 但是被那個 我猜是有被後蟲射走 有被趕走 結果越南蟲就直接繞過去 這原來蟲王蟲 隱藏得很好 對 雖然其實剛剛這一波 如果Joy這邊 他是一直按蟑螂 他按到底的 他是絕對守不住 對 好 好那我們這邊再次攻擊 那個越南蟲王 是2比1戰爭 夠了9 那我們下一場是瑞士 對上迷迈卡比賽 好那我們選擇 馬上回來